關乎文化球有關南道德的傳統港幣技藝有漸漸失團的危機 因此特別來維土水利採用的文化橫区 來開辦南道德傳統計畫的團設庫典 欠很多租青的投資家正來參加 讓這些投資大師 都到立在南道德傳統的技藝美感當中 南道德流傳到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 因為是出用南道在地的火藥土來修製 特色就是修出來的定現片暗色的外觀效果 先人為了對球美感 因此南道德就有了漏空為總統政團統計畫 已經200多年前的一個歷史 這個1993年創立了一直到現在 那所以呢這個這樣一個造型 這樣一個東西是適合在那個時代 在我們的神明刊裡面會放一個放香的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歷史久遠的一個古文物 也是南道德討的特色 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啊 只有連長一輩的可能還有印象 所以有心人就開始趕快我們是不是需要把這個文化 能夠把它保存然後呢除了保存以外我們還能夠傳承 讓它延續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我們南道討的這種 傳統討的這種不管是技法或者文化的精神才不會中斷 關於文化教有向南道德的傳統工法技術有漸漸失團的危機 因此特別委託無形文化主宰的團員林國龍老師 在水里爪有來開班南道德傳統計畫的團式庫典 慶祝這些主持人的道具家正來參加 那我們就蠻佩服說傳統的老師傅啊 他們他們當初在用也是用一個簡單的基本的鐵片啊 銅片的工具他們就可以雕出一些很吉祥的花紋 然後就讓我們覺得那種傳統老師傅他們當時的智慧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這樣延續下來 然後再發揚光大能夠說 應用在我們現代藝術的那個藍頭淘氣的現代藍的上面呢 能夠有一些傳統的意象 因為一個陶藝的一個發展文化的連貫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一個傳統藍頭的一個計畫的演習呢 他很多種計畫我們現在已經傳習了兩種計畫 一個叫裸空一個呢這個叫做化妝土的一個運用 那這兩個計畫呢這個就可以做非常多的 藍頭淘的這個傳統的產品 這個就非常多 那譬如說相同啊 這個就是非常典型的 台灣的一個裸空的這樣一個計畫 在這次傳統這次的統計台書也討論 要用最簡單的作法 來將藍頭淘氣的設計畫 可以用DIY構電的方式來讓民眾清新體驗 將傳統的藍頭淘氣的成果 來成為藍頭人的生活 記者檢查差不多 然後再次傳統的藍頭淘氣的成果